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丽 POPP Playtime的官方在最近发布了一本实体书 名为Orientation Notebook 这本书按照官方的说法 是对游戏故事和背景的直接补充 其中有大量内容 对于玩过游戏的我们来说都算是已知的内容 但也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未公开的内容 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 这本书我是无法购买了 所以我就试着从网上寻找线索 电子书这种东西也是没能找到 不过我找到了一位博主 The Lord King 这位大佬直接把书页拍照给做成了视频 最近他也是刚刚更新完毕 一共144页 通过这位的分享 这才有了我这期的内容 我在这里表示万分的感谢 好人一生平安 那么我们回归书本 一起来看看这本书里 都有哪些新的内容 书籍的封面可以说是开幕雷基 直接把哈吉的大脸给贴了上去 背面则是写着 别在意这些玩具 它们是无害的 大部分 这属于是非常的诚实了 只是那一小部分却是真的要命 第五页就是这本介绍笔记的大致内容 书是公司制作的书 算是对公司的介绍 而这位名叫PW的人 在其中增加了许多笔记 他是一位生物学家 公司雇佣他 说他拥有公司想要的技术能力 但自始至终 公司都没有跟他明说 他的能力有何具体作用 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里有许多工作 并没有出现在这本手册上 所以才增加了笔记 这位神秘的PW 按照现在的主流猜测 其实就是我们扮演的主角本人 理由呢 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接下来是创始人的鼓励话语 我们能够看到 艾略特·路德维格的亲笔签名 后面是公司介绍 说是创始于1930年 在业内遥遥领先 并且在最近 有利润下降 事故频发的谣言甚嚣称上 这些都是竞争对手的手段 请大家不要相信 玩过游戏的我们都知道 这些都是真的 是公司在欺骗自家员工的 员工手责的部分 我们就跳过了 都是要求保密啥的 没有什么新意 后面是公司高层的介绍 路德维格是创始人 并且已经去世 李斯皮埃尔是创新主管 Stella Graeber是PlayCare的主管 Eddie N.N.Ritterman是研究主管 而PW对他的注解是 从来没有人见过他 有关他的一切都是谣传 属于是神秘人的范畴 随后是Jimmy Ross 营销主管 关于他的注解也是最多的 比如就是他给所有的玩具 加上了意义的发音后缀 比如Hagiwagi Kissimissi Poppy这种 属于是取名鬼才 还有Harley Sawyer 是大体型计划的主管 首次的下一部分 就是产品介绍 基本都是我们见过的角色 比较有趣的是 所谓长腿家族 说是有长腿爸爸 长腿妈妈 和长腿宝宝 提到了两件有趣的内容 一个是当年 有一批来自中国的订单 因为模具错误 生产出了一批蓝色的长腿妈妈 这不好交差呀 于是就给这批货换了个名字 叫冰蜘蛛女士 给糊弄了过去 第二是关于长腿宝宝 说他本来并不是长腿 得随着喂养慢慢变长 属于是很有趣的设定 希望下一张能够看到这一家子 而微笑小动物这个部分 也算是一个重头戏 这个系列是在Hagi大获成功之后 路德维格的又一重大部署 期望很高 据说是花费了重金 但Catnap的那次红武事故 导致了产品被撤 这无疑是给公司造成了沉重一击 之前我们看过的那集动画 也是1989年的一个营销活动 据说这部动画有一整季的内容 甚至还有一部电影 虽然时长只有58分钟 但好歹也是一部电影呀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制作组的暗示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 后面介绍的那期事故 被称为猫猫杀手 还有各个小动物的介绍 这个我们通过游戏了解的也差不多了 关于POPPY的部分 说它是50年代的产品 作为一个会与人对话的玩偶 它所使用的技术 至今仍是一个谜 至少PW是不明白的 它不明白 但是这个我们手呀 就是使用了孩子们的灵魂呗 在这些熟悉的玩偶之外呢 还介绍了一些肺炎 比如上着厕所的熊 黄色的迷之解压玩具 以及我们见过的花朵Daisy 它废弃的原因是在测试时 把孩子们给吓哭了 你就说这个造型 确实是有些恐怖了 关于创新部分的说明 PW表示 公司进行生物实验 其实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相关部门的人员会有一本特殊手册 而他并没有见过 也正是这些实验 引发了许多事故 造成了很多诉讼 让公司的经营状况急转之下 关于这个部分 相关员工被要求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所以信息并不多 下面介绍了公司的一个收入大项 就是工厂参观环节 PW提到了一个日期 1992年6月19日 原地的参观环节被取消了 理由是紧急员工会议 官方曾经发布过一个监控视频 内容是Huggy的失控月遇 这个时间正是1992年6月18日 所以这不就对起来了吗 肯定是因为这起事件 这才导致了参观的暂停 随后是工厂的各个区域介绍 比如什么安全办公室啦 大厅傻的 对应着游戏的各个章节 我最关心的是关于1006的介绍 不过这里也就是寥寥几笔 只是记录了它那次传奇越狱 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关于POPPY的房间 也就是在第一章中 那朵巨大樱花的位置 十分的神秘 手册里面没有任何的记载 大家也都不会靠近那个地方 而在这个区域里面 与路德维格的办公室之间 存在着一条通道 方便他随时去查看POPPY 原来我就觉得 POPPY可能就是路德维格的养女 所以这算不算也是一条佐证呢 后面大多是前三章的测试介绍 比如配电视之类的 没有什么特别 倒是这张海报挺有意思的 小手都融化了 还有这张没有见过的孩子涂鸦 一个孩子在哭泣 写着我不喜欢Catnap和他的朋友们 他无处不在 我无处可逃 这地方的孩子还真是苦貌各久矣啊 最值得注意的是114到115页 有关实验题1186的内容了 在之前的预告中 我们曾经见过相关的信息 1188是Catnap 而这个1186 根据实验报告的内容 对应的是Bobby Bearhug 也就是小熊 正如之前了解到的 他的实验是失败的 身体抽搐 眼皮颤抖 并且毫无意识 可能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想要发声也无法做到 总之就是一个失败品 他的样子呢 长这样 十分的慵懒 从字里行间的意思来看 1186的功能十分不完善 应该是微笑小动物中的初代产品 大猫子和大狗子呢 我们也都已经见过了 那么作为微笑小动物团体里面的其他成员 李鹰也会有巨大化的版本 这个巨型怪物天团 还真是十分令人期待呢 后面就是第三章的内容介绍了 包括甜蜜之家 游乐场等等 比较特别的是第124页 关于Catnap的一次事故 同样是一次失控逃脱 安全小组试图控制它 但是付出了六条生命的代价 后面还有六位试者的名单 当时的现场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血迹 并且留下了紫色的毛皮 猫哥的战斗力不可谓不足 第138页是一张雇员日历 其中的关键信息 就是PW本人的生日 在6月28日 在第二章中 我们会遇到兔子帮走的板子 他会说 记得我的生日 这个日子正是6月28 所以主角我就是PW 一个离职的生物学家 知道一些内幕消息 但并不了解全貌 现在又被召唤到了这里 寻找真相 最后还有一张测试表格 有15个问题 据说定于70分的话 会被公司直接解雇 大家可以暂停自行测试 答案我会放到视频的最后 我看了一下 大概能答对个四五题吧 妥妥地要被开除 最后再次感谢这位博主 让我能够获得这些有趣的信息 在无法购买到图书的情况下 满足了一下好奇心 也是知道官方在游戏的背后 到底设定了多少有趣的内容 对于第四章 那是更加的期待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